手法老练的匪徒盯上了许兰儿沙亚男的一家金氏店 趁着业者开拽节休业期间破墙进入保险库 一举横扫500万令吉的首饰 百万结案是上个星期五在石器区发生 商家年初才开业 半年内就遇贼 初步估计匪徒有三个人 他们应该是凿墙进入二楼 再从天花板跳进保险库 当时首饰全都锁在四个铁箱里 匪徒相信是用切割器割开金氏箱子后一扫而空 作案时他们不单是让警铃故障 还把闭露电视摄像头及解码器一并拆走 手法非常专业 警方正在调阅附近闭露电视的画面 并向目击者陆供追查嫌犯的下落